今天先講大戰 又是阿仙奴對熱切 這次將戰線移到聯賽杯那裡 其實這場球一看下去 我是真的想稱讚愛美麗 阿仙奴一開始的戰術不單止沒有問題 還要是好 大家還記不記得上一次 阿仙奴在英超對著熱切 而上半場要落後 但是下半場能夠反勝那場球 就是因為那場打來回高速球的時候 阿仙奴上半場打快攻 是要靠左右後衛上去用邊路打 搞到快攻迂回了 上半場入球就少過熱切 但是下半場就懂得反省 用中路來打快攻 左右後衛不助攻 立刻就攻守平衡 能夠反勝熱切 那來到今天的聯賽杯 再一次對熱切 其實本來真的看到愛美麗有吸收過教訓 這場賽事上半場真的善用了中路去打快攻 左右後衛不助攻 令到結構合理 兼夾正確 立刻善用到阿仙奴球員的整體意識 MK仔、藍絲、蕭蛾 這些球員的整體意識 其實真的好過熱切那邊的迪利艾利和盧卡斯摩拉 所以互相打高速來回球的時候 還有阿仙奴是合作得好一點 攻勢是入獄一點 阿仙奴一開球就真的打得好過熱切 愛美麗這個4-3-1-2其實是聰明的 可惜打來回高速球最大的關鍵始終都是球員級數 阿仙奴合作得多好都好 但在最關鍵的部分做得不好都是差一點的 最關鍵的部分當然就是最後一傳和最後一射 MK仔組段的單刀機會就是射不入 去到19分鐘蕭蛾被禁區頂 本來是有機會可以做最後一傳的 但他就控制不了球 出現失誤立刻被熱切打回頭 然後就輪到熱切去顯示個人能力 迪利艾利雖然整體意識不是那麼好 但是一個偶發性的機會給他 就可以做到最後一傳漂亮球 交到直線上去做到事了 再給到把握力特強的敏大仁出現單刀機會 你只看敏大仁的步速調整 你就見到吸數和把握的能力 熱切19分鐘領先1-0就因為贏了吸數 但是其實阿仙奴一直打得不頑 阿仙奴唯一可以彈的 只不過是正選沒有出到 就是拿卡錫迪出了燒鵝比 拖慢拖低了阿仙奴的個人能力平均值 阿仙奴落後了之後就開始心急了些 左右後衛多了上去 有少少有前無後 而熱切也都吸收了之前的教訓 所以領先之後就多了收縮和控制比賽節奏 但是怎麼說都好阿仙奴上半場的表現並不差 愛美麗的戰術也沒有太過大的問題 而且我都說過是有些聰明 可惜了 真是很可惜了 半場的時候 愛美麗竟然做了一個決定很奇怪 就是縮減進攻點的數量 如果不是MK仔受傷就很奇怪了 為什麼落後了還要增加中堅的數量去縮減進攻點呢 已經落後了 都沒有什麼可能可以用三中堅去引誘熱切進入主攻陷阱 熱切領先左右 一定大部分時間收縮防守區域 結果就搞到阿仙奴的3-4-3完全無法主攻 就算58分鐘就換上拿卡錫迪進去都已經沒用了 始終都只剩下3個進攻點 進攻點沒有辦法構成零形去拉開對手兩邊 要左右兩個後衛上去拉邊 結果就沒有了後上overlap插入的功能 這個面對著密集根本很難搞的 其實熱切今天的後防線都已經不太穩陣了 但是阿仙奴下半場的進攻全部都是硬來 就沒有什麼鮮明的組織 所以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愛美麗會無緣無故轉3-4-3 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愛美麗真的很想左右兩隻閘上去 但是這樣做就搞到有前無後了 去到58分鐘的時候熱切一打回頭 就見到阿仙奴後面只剩下3個人 後被入替的哥斯尼竟然完全沒有去跟哈里簡尼爭搶第一點 竟然之間是被哈里簡尼輕鬆拿球下來再轉身 看前面大把時間可以交個漂亮球給迪利艾利 這個哥斯尼他不去搶第一點 但是他也不去追迪利艾利 好像紙牌公仔一樣的 就馬上被迪利艾利打進去單刀搞定 哥斯尼上一場球是經以不停犯錯 很明顯是未準備好比賽的 為什麼要在一場關鍵的賽事裡給他後備進來呢 況且根本就沒有他後備進來的原因和需要 本來愛美麗上半場都可以叫做聰明教練 但是下半場可以立即跟你變成一個超級大傻仔 這傢伙真是幾極端都有的 而且今天見到在關鍵的時候 愛美麗都是順回三中堅的 那你就會知道阿仙奴接下來下半季 可能真是會很嚴重的 很可能真是會繼續三中堅到尾 那你就會複製上半季長期三四三的痛苦情況 那這裏呢 愛美麗可能真是會推阿仙奴進入黑暗期 那這裏呢 真是很令人擔心 來到這裏呢 如果大家不想為小弟擔心 就記得要幫小弟點一下廣告 按一下廣告 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和播完廣告它 這樣做啊 才可以令到小弟有一點點的收入 有個尊嚴地生活下去 和繼續堅持每天免費為大家出到片 那希望這麼多位小兄弟呢 盡快考完事呢 就進來截廣告 那還沒截得的話呢 其他兄弟幫幫他們截了 那小弟當然呢 是感激不盡 那如果你發現呢 就是手機那裏的片的下面 有固定的廣告字眼地方記得了 那就是按下去 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就能幫到手 那另外電腦那裏沒有廣告呢 那相信就是你的電腦那裏 裝了個block ad 程式 那你只要關掉這個檔廣告程式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了 你那個呢 就是電腦片裏邊有ban 廣告片的右邊又有廣告 記得呢 又是要按下去 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那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片的最前 或者最後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裏邊找廣告link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廣告link會 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手機的話廣告link會 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那我們下一條片又再見 拜拜